《王君王偉忠》 我覺得人最怕就是什麼都沒興趣 我覺得收藏就表示你對生活有熱愛 你對你的生活有深情 是一個會豐富你精神層面的事情 我的本身是學電影 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就偶爾會幫王君王偉忠 會寫一些電視的短劇的劇本 其實我的電視的製作的 我大概是做了二十五年 但是光《超級精神》就做了十年 剛好在做電視的這一段期間 是我真正開始收藏的開始 我有個同學 就是也是好朋友 就是葉玉清 因為我的很多的空間 都是請他幫我設計 因為葉玉清的父親 是一個很好的收藏家 那我每次去他家 我就會跟他爸爸聊天 所以我看了很多的真機 我就覺得 這個東西滿有趣的 那我那個時候 經常也去逛畫廊 包括了這個美術史 西洋美術史 包括了當代的東西 包括了印象派什麼 我就大量的吸收 嚴格講起來大概是 二十七年前開始收藏 很有趣的是你們可以看到 這邊的上面有一件作品是 它是1993年的作品 然後那是我收的第一件作品 這個藝術家其實他現在還在 他現在在紐約 雖然不是那麼有名 但是還是小有名氣 我比較喜歡有點 不要太傳統 不要太正常的 比如說姿態 或者是他的畫法 中間這個洞 是我故意就是 我留了一個洞 就是我想可以製造一種 戲劇感 我自己特別喜歡的藝術品 掛在這個洞裡面 你知道人是這樣子 當你走進一個空間 一眼就看到的時候 你就比較太直接 你說做個門 你說我給你看一件東西 然後你把那個門慢慢打開 它好像就經過個轉化 就帶一點那個戲劇感 你知道嗎 然後它就會很有意思 給很多年輕商家 我說你們不要急著買 我說你應該要先急著學 每要開始收一個項目 我都會先花幾年的時間 先去了解它 我覺得閱讀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我從年輕的時候 讀書的時候 我很喜歡閱讀大量的雜誌 我覺得收藏是一個 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因為我們很多的知識 不是來自於學校 是來自於我們的生活 跟我們自己的去涉獵 所以我的過程應該是 先是繪畫 然後開始收古董 古董就是開始收雕塑 開始家具 家具 然後現在又做這個當代 又做水墨 我當初找這個空間 我其實心裡面 我自己有個想法 就是我第一個條件 就是我一定要夠高 因為我覺得高度是一個 擺藝術品一個最重要的條件 第二個 那個陽台我可以做一個交流空間 旁邊就是展覽空間 然後我就弄了一個自己的書房 因為我書很多 各種各式各樣的書 我經常會需要去找資料 要看很多的 很多雜誌 因為其實我說我學過茶 後來就開始收一些茶道去 我一直很想有一個茶室 可以跟朋友 就是喝點茶聊聊天 也算是一個另類的交流空間 我覺得我很幸運 從我大學畢業之後 其實我在生命裡的每一個階段 我都是在做 那一個年齡的時候 我喜歡的事情 因為其實以前做電視做娛樂 你其實就是 你就是要 要 滿足 大眾 現在就是稍微就是 可能就是人沒那麼多 更精神層面吧 人總是 你總是要留點時間給自己 去好好的去 去享受這個世界 當你還有興趣 就多做一點 讓自己很開心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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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